大家好,欢迎来到滋味馆 昨天去超市看到一些大只的鸡腿 特价,大只,又漂亮 那就简简单单蒸熟它吧 蒸好了嫩滑多汁 再用蒸出来的鸡汤煮一个鸡汤汁 配姜丝和卷花葱丝 卷花葱丝是什么? 稍后告诉你 哇,这两只鸡腿特价很大 两只已经有两磅半 清洗干净的了 要用厨房纸吸干多余的水份 这两只鸡腿都挺厚肉的 在厨肉的位置 剪开一些洞 热的时候容易入味 蒸的时候帮助容易锁 这样我剪了三个洞 我是用盐焗鸡粉叶 方便啊,不用搅来搅去 用一汤匙半的盐焗鸡粉 再加少许多糖 中和一下咸味 那刚才不是在鸡腿厚肉的地方 剪开了几个洞的 用匙巾放些盐焗鸡粉进去 可以入味一些 在表面都均匀加一点 在表面都均匀加一些 在表面都均匀加一些 要图没均匀 触多几下,让它入味一点 咸一点,淡一点 用的份量可以自己决定 鸡皮都要加一些下去 都是触多几下,触匀重一点 另外一种做法相同 鹽焗鸡粉应该会有多 剩下的保留一会儿可能会有用 有些观众第一次看都说一说 这里多数买到的都是白毛鸡 就这样蒸熟 鸡皮会乱乱乱乱乱乱 用黄姜粉和麻油 涂抹在鸡皮那里 除了颜色美观之外 鸡皮还会嫩滑 如果是用黄皮的鸡呢 只是扫油就可以啦 所有有皮的地方 持平地扫上一层 只扫鸡皮好了啦 雞肉不用扫 持平地扫一下就可以了 蒸好了顏色会深一点。 那蒸鸡,我还会加些姜和葱。 然后将些姜和葱铺在碟底。 放两只鸡腿上面,鸡腿需要时间腌一下它。 接着要铺一张石纸。 不要包得太紧,目的是想蒸的时候, 倒汗水可以放到鸡腿那里。 蒸出来的鸡腿有效保持肉汁, 两边也不要封实,让蒸气可以流通。 放入冰箱两个小时,让它入一入味。 在醃鸡的时间,我们准备一些卷花的葱丝。 用一只叉在葱里割开。 割开后,要剪成大约2寸半的葱段。 葱味做法相同。 然后用饮用水浸住它。 如果不喜欢太重的新辣味,可以换水量次。 要放入冰箱保存,冰一冰它,它就会卷起。 接着再准备几片姜。 首先要将姜切很薄很薄的姜片, 然后切成幼丝。 切得越幼越好。 切得越幼越好。 那差不多了,切得越幼越好。 喜欢吃姜可以再加多一点。 切得越幼越好。 在最后要开个粟粉水埋芡。 煮一些滚水。 记得石纸不要包得太紧, 放入冰箱和两边留一个洞。 盖盖转中火,将鸡蒸大约27分钟。 在27分钟之后, 就不要开盖将火关掉。 盖盖焗大约30分钟。 抓清淡获得后, 将鸡汤隔出来。 放在一旁, 没这么热就可以 brands。 斬開它 隔出來的雞湯也會有很多雞油 不喜歡那麼肥膩就把它撇掉 要注意捲花蔥浸的時候一定要放入雪櫃保存 浸好了見它捲起就可以用廚房紙塑走多餘的水份 現在我們來煮薑蔥雞汁 將剛才隔出來的雞湯煮滾 這裡有兩個可能性 如果試了味,雞湯偏鹹就要加點水 相反試了味後,雞湯不夠鹹 就補加鹽焗雞粉 建議再加點胡椒粉,汁會好吃很多 薑絲可以生食或熟食 我加一半一半 蔥也是,生食熟食都可以 怎樣加,隨你喜歡 將薑絲煮一分鐘左右 汁會辣辣的 然後將火關小 攪勻了粟粉水後,就可以埋一個薄芡 你會不會不喜歡吃生的蔥呢?現在都可以加進去,輕輕地攪拌一下 那些薑加在汁裡面煮一煮,汁就會有薑味,生薑可以添加一些 裡面就有生和熟的薑 然後再加一些卷花蔥絲在上面 外貌像不像餐館的霸王雞呢? 蛤?難怪熟口熟臉啦?原來模仿霸王雞 我通常都會買雞腿來煮雞的菜 淡淡肉嘛,又嫩滑 方便過買整隻雞,價錢也很經濟 便宜過買雞胸肉 那有時間都試下啦,試過好吃,請幫忙分享給你的朋友 歡迎訂閱、點讚和留言 在下一集我們再見 阳光臨 翻譯 我帶在哪裏,我帶回家 我帶回家